大家好我是Jer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erman開箱去 今天非常難得是在戶外 而且是在大馬路邊開場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的後面有沒有看到 我們借到了三個平台的共享機車 包括了Gosher Wemo還有iRent 我想在這半年如果大家常出沒在大台北地區的話 就會發現說巷弄間 多了很多這樣子的共享機車 我們今天就來綜合比較看看說 三個平台的優缺點在哪裡 有沒有其中一個平台是特別好的 或者是說三個平台各有優劣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一次我們共享機車的比較方式 會按照服務範圍、車型、價格 來做分析 然後最後呢 再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自己的綜合心得體驗 首先來看一下服務範圍 Wemo算是比較早期進入共享機車市場的品牌 那在服務範圍 大多數是在台北、新北新店 中和三重 還有高雄 而iRent的服務範圍 也非常快速的就追上了Wemo 甚至在一些比較零碎的點上面 比Wemo還要來得更廣 包括了蘆洲跟新莊等區 iRent是比Wemo還要再更多一些些的 而GoShare的服務範圍是三個平台中最小的 大部分都是台北市區內 所以各位如果跟我一樣 是從台北市租GoShare 然後想要騎往新北市的話呢 就要特別注意說 新北市的那一區有沒有在 GoShare的服務範圍內 舉例來說 我們從台北市租了一台 結果騎回新莊後 不能還車 不能還車的情況下呢 他就會持續扣款 逼你一定要重新騎回台北市 才能還車才會停止扣款 所以在服務範圍內 GoShare是相對比較差的 接下來來講一下 在租借上機車的密度 那這邊是以我們在台北市 觀察到的密度為準 我們觀察到Wemo的車子 明顯是最多的 甚至是一條街上 你就可以看到三四台的Wemo 而其次呢 則是GoShare 畢竟他同時有Viva跟GoGoro2 兩種車型 所以也算是能見度比較高 而iRent可能是比較晚進入市場 目前為止 雖然說他的範圍 蠻大的 但是他的機車相對是少一些些的 接下來來講一下 三個平台的 審核速度 那基本上呢 使用者當然都要有 台灣的這個機車駕照 那有機車駕照的情況下 進行申請 然後拍照上傳自己的駕照 還有一些 自己的個資 我們自己的經驗 GoShare的審核速度 是最快的 10分鐘內就完成審核 Wemo也是在一天之內 就完成審核 算相當快速 而iRent相對賣 暗了一點點 花了超過一天 才通過了這個資格的申請 接下來來講一下車型 Wemo使用的共享機車 只有一種車型 就是畫面中的這一台 光陽Candy 3.0綠牌 輕型電動機車 最高時速是50公里 而有一個類似Sport的按鍵 按下去之後呢 可以短暫的 突破這個50的時速上限 但經過實測可能最多 也只能到60左右 在加速的動力上 並不算強大 Wemo機車的啟動跟熄火 還有開關車廂都必須要透過APP來做操作 掛勾處有USB的充電孔 可以幫手機充電 左邊有置物區可以放飲料 車廂內附有兩頂安全帽 一頂是四分之三 另外一頂則是半兆式的 此外車廂內也有衛生帽套 可以打開套在頭上再戴安全帽 會相對的比較衛生 Wemo的共享機車雖然電池設計上是可拆卸式 但其實並不開放讓租借者自行更換 電池的更換主要是由Wemo的維護團隊來進行更換 所以騎乘機車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電池 沒電的時候就要馬上停下來退租 然後再換租下一台繼續前進 而經過實測之後 我們覺得電量的表現其實並沒有到很優異 10公里內可能夠用 但超過10公里之後呢 就要特別的注意一下Wemo有沒有電 而在操控感受上 Wemo的光陽Candy 3.0 輕型電動機車騎起來其實算不錯 但是以我的身高175左右來說會覺得它有點車型太小了 我在騎的時候會有一點點的駝背 而市區內這個50的時速上限也算是夠用 但是如果雙載的時候呢座位會有點小 加速的力道也會慢很多 而Candy 3.0的後座使用的是飛旋踏板 值得稱讚的是Wemo附的4分之3安全帽有一個防風鏡片 在下雨天或者是強風的時候騎乘體驗是比較好的 接下來看一下Irant的車型 Irant提供的是光陽的Many電動版 在外觀上其實相當的漂亮 有點結合了現代時尚 跟過去經典機車的這種設計與會 Irant的車子一樣是由App來控制電源的開關 以及車項的開關還有環車 左把手的前方有一個倒車鍵可以使用 倒車時會給予一點點的輔助力道 電池不夠時呢可以自行到換電站自行更換 大家特別注意的是Irant目前的跟換電池站相對的比較稀少 而且它的電動機車採用的是充電跟換電並行的方式 所以找到換電站後呢使用電動車的用戶還要花時間去等它充電 所以建議還是跟Wemo一樣沒電就換一台 會比較方便一點 接下來的感受其實也不錯加速的力道很有感 成人雙載時呢 Many的後座比Wemo的機車稍微大一點點 另外一個有趣的點是Irant的Many方向燈的這個聲音蠻大聲的 聽起來有點像是盲人的交通耗製 那以電動車來說因為它行駛上是沒有什麼聲音的 在巷弄間有這個方向燈的聲音是在安全上是好事 但有的時候會覺得好像有點羞恥 不太好意思 最後來介紹一下Gosher的車型 我想這也是Gosher目前最具競爭力的點 它是目前唯一提供了一種以上機車的共享平台 它提供了Gogoro Viva跟Gogoro 2兩種車型 我們分開來做個介紹 Gogoro Viva雖然是綠排的電動機車 但是騎起來的感受明顯的跟Irant的Many不同 扭力更大 車身的平衡我覺得是更好的 但是Gogoro Viva的龍頭下方並沒有置物掛鉤 並且踏板的設計也不是Fashion踏板 所以如果Viva要進行雙載後座也是非常的辛苦 而我最喜歡Viva的點是它內建手機支架 而且這個手機支架除了很牢靠之外呢 它同時還是無線充電 可以邊導航邊充電相當方便 而Viva除了有無線充電的功能之外 在手把的右方也有一個USB的充電孔可以來進行充電 Gogoro Viva跟Gogoro 2在車廂內也都提供了一頂四分之三 跟一頂半兆的安全帽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Gogoro提供的四分之三安全帽 並沒有防風鏡片 雖然說看起來外觀很潮 可是沒有擋風還是比較不實用一些些 但一樣有提供衛生帽套 而講完Gogoro Viva的騎乘感受之後來看一下Gogoro 2 不得不說這絕對是目前三個共享平台裡面最好的一台機車 售價也是最貴的 騎乘起來包括了在加速扭力外觀上 我個人都是非常的滿意 但Gogoro 2也是目前共享機車平台裡面機車最重的 所以如果你是力氣比較小的人或者是女性用戶 比較不喜歡在那邊喬機車位的話 租Gogoro 2很有可能就是會比較吃力一些 但也因為Gogoro 2的座位相對比較大 所以如果要雙載的話比較建議租Gogoro 2 接下來來看一下大家很在乎的價格 不過要特別強調目前三個共享機車平台的競爭很激烈 所以幾乎是每個月甚至每個禮拜 各平台之間都會有不同的補貼 或者是不同的優惠方案 所以請大家以這個手機APP裡的為準 目前Wemo的價格是前6分鐘台幣15元 超過6分鐘之後每分鐘是2.5元 而iRent是前6分鐘目前最便宜的是只要10塊錢 超過10塊錢之後每分鐘1.5元 而且iRent在價格上的另外一個競爭優勢是它有上限 一天的最高上限就是300塊 如果租到這個價格你車子還沒有還 基本上這支台車可以繼續騎 前提是要有電喔 那Gosher的部分依照不同的車型價格不一樣 如果是Viva的話前6分鐘一樣是15元 超過之後每分鐘2.5元 而Gogoro 2就是裡面最貴的 前6分鐘高達25元 超過之後每分鐘是2.5元 所以如果你是騎Gogoro 2 然後做一個短程的交通 很有可能就是三四十塊起跳 那這個價格就要評估一下說是坐捷運比較方便 還是騎摩托車比較拉風一些 以上是三個共享機車平台的簡單介紹 那最後要來分享一下包括我自己 還有我跟編輯體驗4種機車的感受 那說真的原本預期心理 我就覺得說Gosher一定最好 因為我自己是有點科技掛 掛帥的人 會覺得說Gosher的車型最新 讓它最好騎起來的感受是最棒的 可是實際體驗下來 因為讓我很樂大的點就是 Gosher騎到新裝 新裝不能還車 然後 當然是我自己也沒有做好功課 但是就會覺得說另外兩個平台可以 為什麼你不行 就是你會有一個會覺得說 範圍應該要差不多 但是其實還是有差 反正呢 Gosher這一點就會讓我覺得 一定我使用它的機率就低很多 因為它沒辦法到我家 它必須要在其他地方 可能三重啊或者是萬華 就要提前先還車了 所以其實以分佈的範圍來講 我覺得iRent跟Wemo是最方便的 尤其是Wemo的這個車子密度 真的是誠意滿滿 Wemo是有一點點超出我原本的預期 我原本在測Wemo的時候想說 Wemo雖然說最早進入市場 可是它車子看起來是最陽春的 騎起來的感受應該也不怎麼樣 可是後來你會發現說其實使用共享機車 圖的就是一個方便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先找說先有車再說 我其實不太追求車型 所以以先求有車來講 還有在行駛借還車的範圍來說 Wemo是最方便的 可是Wemo還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它電池不能自行更換 而且它的電量在雙載的情況下 其實噴的也是滿快的 所以如果今天我是要從台北的東區 東北角走到台北的西南角 你還是要注意一下那個行駛的里程 不然其實以方便程度來說 我覺得Wemo也是非常夠用了 而Irant雖然比較晚進入市場 可是它的車型外觀我覺得也蠻喜歡的 就是跟Gogoro 2相比 兩者各有優劣 就兩者的外觀不同的風格 可是兩台都很好看 此外Irant的另外一個優勢 就是它是目前費率最便宜的 不管是有日豬的上限也好 或者是這個前六分鐘也好 不過因為費率現在三大平台正在競爭 所以我覺得永遠會有最便宜的另外一家出現 他們應該都在補貼啦 三家猜測應該都是在前期燒錢 那我覺得有三個平台競爭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在費率上面或者是他們使用的這個機車機型 應該都會越來越好 就是越來越多然後越來越好 那最後來講一下我的選擇 如果是我今天自己一個人要使用共享機車 我基本上就是打開App 哪裡有最近的我就直接租 基本上三個我不會挑 所以這三個平台雖然說都有各自的一些類似月租費的方案 但我應該都不會使用月租費 偶爾想要騎機車或是偶爾想要騎到一些可能會喝酒的場合 就騎過去然後坐計程車回家 這樣子 我覺得我是先以有車為準 那以有車為準的話 Wemo其實是比較有競爭力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在一個大的點 就是三個平台都有車的情況下 我自己會選Viva 因為Viva是唯一有手機支架的 因為我自己入吃我真的需要導航 我等紅綠燈不一定要滑手機 但是我一定需要導航 我必須要看一下說我要怎麼鑽 才會到達我的這個目的地 所以一個人騎乘並且有車型可挑的時候 我會選Viva 然後如果我今天要雙載的話 四個機車雙載的感受只有Gogoro2比較好 因為Gogoro2的車型相對比較大 所以後面的那一個人 就是以兩個男生來講的話 後面那個人只有Gogoro2 是坐得比較舒服的 其他另外三台機車其實都坐墊有點太小了 那兩個女生可能是OK啦 那兩個男生就是會有一點點別扭 所以要雙載的話會盡量找Gogoro2 那我也覺得有共享機車其實真的非常方便 雖然說平常我會盡量開車 可是有時候天氣好 想要曬曬太陽啊 或是不想要花那麼多時間 找汽車停車位的時候 我覺得共享機車是很好的一個 取代的這個交通方式 以上是我們的這個比較影片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rivと 的 我們下… 到 ? acid ? 我們 們 多